大家注意看 这个男主叫小帅 他附频道的订阅人数 实在是少得可怜 大家实在是太狠了 都还没订阅 我在这里拜托大家订阅 里面会固定更新直播 及直播金黄 好了 本期的视频即将开始 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的Dual Lens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 老师推车这一集 为大家介绍马自达6 马自达6我们拍过超多支的 一代二代三代 现在来到现场是这台三代 2018年的 好这是小改款 19年第二次小改款 一改再改 好不好 今天到现场是这个五门 Wagon 旅行车的车型 所以我觉得很特别 介绍给大家 因为这个车我也开了 将近一个月之谱 对它的这个整个操控 还有这个操作界面呢 也是小小的有一点点心得 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当初呢这个是2.0自然机器的版本 2019年之后才有出2.5的自然机器版本 当初只有一个等级 只有2.0这个等级 当初新车是119.9万 首先呢我们看到车头 这个就是马自达车头嘛 小字马自达2 大字这个 这个CX9 就这样 都一样 它当初搭配的是22545 19寸的铝圈 也蛮大的吧 枪色烤漆 加当时这个最流行的钢铁灰 这台车为什么我会介绍给大家 因为我觉得它的配备啊 蛮大 重点是啊 我觉得它的价钱现在正式可以入手的时候 等一下慢慢再跟大家 后面分享这个车现在市面上的价钱 以及为什么可以买的三个原因 跟不可以买的三个原因 是这样吗 那个胎压哥弄完之后 现在要弄 数字哥 你知道那个林志玲银翁 阿吉拉 鸡排妹银翁 阿吉拉 8891频道 三个都是阿吉拉 是这样吗 这台车我觉得有一个坏处啊 它没有天窗 它一个这么大块的天花板 连一个小天窗都不愿意给我 整台车非常的长喔 你看 有够长的啊 不过这个长度可能就要稍微斟酌一下 这个要稍微熟悉一下好不好 不是一般人就 随时都可以掌握的长度啊 跟我一样嘛 你知道吗 建议啊 没有丰富经验者 不要轻易尝试 好不好 要不然你会 它有这个按钮 所以它是晶片钥匙的 开锁门 所以它这不是摸门 它这就是 有钥匙孔 附带一个上锁按钮的 这一代还有第2个缺点 不能买的 第2个理由 当初新车没有电尾门 但是 But 当初的车主有改 有没有 我没有电尾门 这是加装的 外场加装的 所以它加装的就有一点点的 哩哩落落 就是这个 对啊 它这个 可能要再黏一下 它除了它 帮它把它改了这个电尾门之后啊 它其实还有脚踢感应 一并改了 但是脚踢感应我把它取消掉了 为什么 闹鬼啊 你知道它停在那边 自己后门会打开 上次我洗车 有没有 水箱冲冲冲冲冲到车底 电尾门就打开了 超危险的 我后来把这个脚踢的取消掉了 因为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开 后车箱会打开 你看这后车箱有够大 大到不行 大到不像话 然后而且它这边它有支援这个 跟Core Plus一样的配备 这个手表 把 一样 一键支援 前傾 回来就没有了啦 回来一样要去前面把它弄下来 但这台车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缺点 跟我们之前拍的那台洗美一样 你看这边 它换过后叶子版 你看它这一条 这一条胶对不对 你指甲去按 其实是硬的胶 它这应该是原厂做的 所以呢 这个如果 常看小师长姿势的 你可能按按硬的胶 你就以为是 没问题了 我教过你们什么 两边左右对称比较一下 来你看 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点一点的 你看那边有没有点 这边没有 没有点对不对 为什么 原厂不做回去 它没那么无聊啦 弄一弄保险背就可以去 就收钱了 它在那边帮你点 而且这个点是焊点喔 它不会去帮你弄点 这个是原厂的点焊 那一般外面的修理厂 通常比较 比较认真的 它补完土之后 我上次有教过大家 补完土之后 土是软的对不对 还没干嘛 拿钉子的背后 点 用压的 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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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它做面包咧 你知道吗 然后等它干了之后 喷漆你就以为 点是一样了 它这个如果是软的 它要你比照这个距离 用钉子背面 压出点一下不困难 差不多距离就好了 对啊 差不多那个位置就好了 你就被扶啦 一按焦硬的 有点 两边一笔 点一样 好 过关 好不好 所以虽然我们的频道在看 让大家长姿势 但是其实 我们顶多教你的是 大概是在这个 浮浅的那个深度而已啊 你知道那个水的深度是你深不可测的 我们只能跟你讲到浮浅的深度而已 再往下讲它要靠很多年的经验 好不好 而且甚至啊 再往下是深不见底 就算是我们到那个地方 我们也是不行啦 所以这个还是没有那么容易啦 好不好 慎选店家 啊再来 第三个如果真的有点又硬交来就看这里了 你看我们这里 这里跟那个上次那台 WISH计程车 有没有 这很丑有没有 补土 补的很丑 对不对 依照惯例看这边嘛 多平滑 这样一看就知道了 好不好 这很可惜 但是这次又跟那台洗美 其实上次那台洗美很多的观众跟我讲很可惜 那个车跑那么少那么漂亮 然后就一个叶子板我就把它弄掉了 对不对 观众朋友又来了 哎哟 啊你那时候出去拍卖一样 他最后就是消费者买到 对不对 他下一个人不讲 那种那种那种 所以这次我们决定 我们就拍影片纯正 我已经跟你讲了 好不好 到时候我跟大家分享 我也卖你便宜了 好不好 啊你要买你就不要 GGYY 至少我们有告诉你 好不好 但车况真的还不错啦 好就是这个东西 真的可惜 这个东西很多人问我说 换后叶子板要怎样吗 我想换后叶子板就是结构切割 就是事故 马六是这样哦 马六的用料就跟马三 有差了哦 你知道吗 像马三就塑胶皮的椅子对不对 马六是真皮的哦 跟你来真的咯 然后而且还有两组 记忆电动椅 然后还有这个电动腰靠 好看一下门板 有一些这个法斯纹 然后这个 电镀的四条延伸到这个手把来 你看这手把做得够不够简洁 没吧 还有他们这个时期最喜欢用的这个钢琴烤漆 以及这边还有BOSS音响 PCS OFF 车道偏移警示 自动停车的熄火系统 方向盘的 这是震动是不是 那你要查一下 这应该是方向盘的震动 这边也是一长条的 镀铬四条直接框在出风口 你看多有设计感 好细长型的出风口 好还有一个已经讲到第几个缺点了 第四个了 萤幕 这个萤幕放开现在就不行了 其实在当时这个萤幕也不太行 太小了 这种颜色的涂姿看起来就 有年代感 不过还有触碰啦 双驱恒温空调系统 中间呢这边还是有一些钢琴烤漆 这边是CD片 电子手刹车Auto Hold 有一个Sport的 跟这个Comfort模式嘛 就只有两个模式而已 这边两个杯架 杯架上面会有一个 百叶窗 其实我不喜欢百叶窗你知道吗 像以前有一些欧洲车啊 这种百叶窗老了以后 都全部断光 这很难修 好然后这个 有这个换挡拨片 塑胶的换挡拨片 有跟车系统 全速域喔 0到145公里 全速域跟车 所以这配备真的不错啦 除了萤幕小一点 电动尾门也加装了 没有全景天窗 又有方向盘换挡拨 又有跟车系统 安全气囊速防滑 都OK 都有BOSS音响 不错吧 好我现在把前面 调整我开车的坐姿 那你去看下一个悲剧 就在后座来 诶 悲剧 悲剧发生在这里 好你现在 这样能做人对不对 嗯 你去看你前面伸多少 你坐进去拍你自己脚 前面就顶到了 刚好顶到 啊你都刚好顶到我勒 你应该就进不来了 超小对不对 真的超小 如果两个都175公里 一个要坐这边 一个坐前面 我跟你讲两个都很痛苦 就刚刚好 不是 我有一个很大的疑问 你知道吗 它后车厢坐这么大 为什么不给它一点点乘坐空间 一点都不体恤车内的乘客 你知道吗 好险它这个背后有挖洞进去 我的脚才得以 稍微那个 可是坐得 不能坐 没办法坐得很舒服 正经为座 然后后座的这个椅背 算 不是算很挺 有一点点倾斜 因为它有做一个内奥 这边背部有做一个内奥 可能帮你释放一些空间出来 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个 空间真的蛮不理想的 后座是真的很悲剧 比起它后车厢 你会觉得 这种感觉 你要看它后车厢 不是这是比例问题嘛 什么都不比说 这感觉很像什么你知道吗 你买了一间房子有50坪 阳台就占了30坪 前院占20坪 阳台也占了20坪 然后室内空间 剩下多少 10坪 你都买到公社了你知道吗 没有啦这还不算公社 这自己可以用 就是整个那个 这么长的一台车啊 然后车头也很长 占掉了 总车长 蛮大的一个比例了 然后车尾的这个装载的空间 也蛮大的 真的蛮大的 400 将近快500公升 室内空间这样 你不觉得这个 在比例上面很奇怪吗 好啦那接下来 我们就剩下这个 上路去试看看 开起来的感觉是怎样 顺便等下跟大家分享价钱 我觉得这台车 因为这个板子变划算 就是这样 好上车走出门 汽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这台车我已经开快一个月了 除了室内跟室外的比例有问题以外 我觉得 操控起来的感觉啊 跟我刚刚讲的这个比例的差距啊 轮出一侧 它对于这个轮轴啊 的配重底盘 我觉得做的不是很理想 就是我一直觉得我的屁股啊 有一节很长的东西在后面 可能我开不习惯 那Mazda方向盘 我一直觉得它是稍微偏细一点点的 对我来说啦 也许有人问我觉得还不错 我是觉得偏细一点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刚刚讲啊 特别长就是 我记得我刚开始开这台车的前几天啊 因为它的这个后车厢啊 我一直有那么几次啊 我觉得我以为我在开一台货车你知道吗 就像以前开那种 AD的旅行车 Nissan有AD旅行车 或者是年轻的时候的那种 Libra 30有个叫Libra旅行车 就是你一直觉得你后面是 空空荡荡的 在离你很遥远的地方 所以你的后轴其实拉得很后面 然后再加上后面又多了一个车厢 然后你就会觉得后面这样 那个摇晃起来的感觉 有这么几次我觉得我忘了在开货车 然后它的隔音 我觉得马自达隔音一项都还可以接受 应该也不愧对它的价钱 跟日本进口的一个品质 可是它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它当初是不是有四门版本 你以为这台车看起来很长对不对 但是它四门版本其实比五门版本还长 四门比较长 对你去查资料 车长 很神奇 这台车我觉得 现在开起来觉得有点轮噪声 然后觉得它的避震器偏软 但我觉得这个不能列为参考 因为毕竟这台车是2018年已经跑4万7千公里 那我们不能用新车的角度去判断 也许它避震器是有一些衰退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不是那么准确 对如果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你自己到别的地方去看了马六或是马六的Vagon 你们自己去试看看 这个避震器你们觉得是软还是觉得硬朗 其实我们这样顺顺开 我们刚刚沿路在速线大概60-70这样开 其实它很顺畅的 那引擎的声音隔音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 风切声的抗噪的表现也还可以 唯一我刚刚讲轮噪声音有点大声 但我毕竟它不是新车 所以我不能说是它车子的问题 再来下一个就是它这个Sport我觉得是最好玩的 马自达Sport按下去 对你的加速度完全没有帮助 但是你的声音变大了 然后你的档位被一直延后了 与其要讲它是一个Sport按钮 我觉得比较像转速控制器 你按下去之后 你会很明显的 你的转速会一直被延后换档 非常的明显 但是其实对你的加速度一点帮助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有试过就是比如说我恒定在70公里 脚踩到70公里不动对不对 然后进入Sport按钮 你觉得所有有改变的东西 只有是引擎的声音而已 加速度是没有增加的 马自达不止这个车 CX3 马3都一样 所以其实开马自达的车 我都不开Sport 还有一个 我怎么缺点越讲越多 它的跟车超可怕 这个年代的跟车要小心 新的有比较好了 它这个跟车其实是属于那种 起步很猛 煞车很急的那种 侦测号车停下来的反应有点慢 我其实有几次 我都被它吓到我自己踩刹车 讲简单一点 它刹得很急 你有没有坐过有一些朋友的车 有一些朋友的车 你坐在副驾驶座 你会觉得说 怎么还不刹 然后它再急刹 你有遇过这种开车的朋友 泰山呢 泰山就是这样 不是 泰山它那个不属于 它故意要急刹 它是神经传导速度比较慢 跟恐龙一样嘛 你知道吗 可能你 它恐龙不小心被人家踩到脚 有没有 可能要隔个几分钟 它就哎呀好痛 哈哈哈哈 所以它就有这种感觉 就是 你当然大家都平平顺顺的 照着没有塞车 没有突发状况的情况之下 它的跟车是很平顺的 但是就是前面如果 比如说突然塞车啊什么 这个很可怕 我真的是有被它吓到 那个如果版体更新有用 这个我就不知道 这个底下应该会有观众朋友 跟我们分享 我只知道我开到这一台 我觉得它的跟车真的是有点可怕 165P 就是自然进气 就差不多这样 21.7公斤米扭力 其实我要开的顺畅是很容易的 也很舒服的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台 蛮适合家庭的房车 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 比如说我现在维持在 时速是在将近60左右 我如果开到10P 你看唯一只有 你马上看到那个转速上升 它速度过没有变 然后你排入10P以后啊 单纯就只有转速上升而已 这就是它的10P 等一下我们拍一下 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我在形容的感觉 好比如说我现在维持 我们维持 不用我们就维持在40就好了 好我油门不变哦 然后我把10P按下去 有没有它转速马上就上去了 但我还是试死的哦 有没有很生气吧 马上就退一档 然后我现在加速没有比较快 一样 我现在加速是一样的 就是加速那个力道是一样的 它并没有变快 但是引擎声变大声了 看到吗 然后很后面才会换挡 4000多转才会换挡 但其实它的加速度跟你不开10P的时候是 我觉得是相差无级 我举一个那个啦 我现在不是开那个最近开Fiat 500吗 它也有10P按钮 它那个时候按钮就是我现在平常开 跟我10P按钮开完全力道是不一样 所以啊我在开Fiat 500的时候 我一定会开10P按的 因为它一点是自然进气 有时候我觉得它力道不太够 但是呢开马自打呢 我觉得顺顺开跟开10P开是一样的 所以我开马自打车 我就不会把10P按下去 我只是为了表达说 真的每一台车10P的那个习性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上去散步开一下 好 蛮大声的 我还没开10P 这声音很像开10P 那现在开10P会不会更大声 来喔 一样喔 时速维持在60公里开10P 你开了吗 我开了啊 速度一样啊 靠腰啊 我开了啊 就这样啊 力道是一样的啊 然后这个弯道呢就屁股很长 它的那个配重比例 当然啦 因为车长就不太多 有人会觉得马力有点不足 可是其实我觉得 我坦白说啦 如果你要我跟2.5的比起来 对不对 我啦 我觉得这个2.0就可以了 因为我不认为 你一年多付那个 五六千块的税金有差很多 因为它2.0其实已经可以开得很顺 就是特别猛爆没有 但是它加速非常的滑顺 那它的弯度的极限就有点可怕了 因为像我们现在才不到60 其实这个弯就过得有点战战兢兢 19寸的旅圈其实也不算小 那你看一路这样坐过来啊 其实你不觉得它一直处于一种很顺畅的状态吗 就顺畅舒服然后温温的 对啊 那它加速就是很顺畅 然后你说它特别冲抹爆没有 过弯特别快没有 那就是顺顺的 它什么时候最像货车你知道吗 就是你在过一个坑洞 然后后面跳起来 砰砰那个时候 因为觉得后面又有车厢的回音你知道吗 然后底盘这样跳一下 我又觉得我好像在开一台 林立还什么之类的那种箱型车 后面空间太大了 可能会不会是因为我开不习惯旅行车啊 如果阿柯人他就觉得没什么 对 通常就觉得没什么 但是阿柯的后箱应该也没这个大法 而且阿柯跟他的车也不熟 超不熟吧 车都在修理 你觉得搞不好开了一次就不错了 对啊 跟我跟我的马沙拉蒂一样 我跟我马沙拉蒂也越来越不熟了 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我现在跟它也比较熟 这台车我还有开它出远门 出远门是多远 也没有啦 桃园 桃园对我来讲算远门 到苗栗就算出国了 你不知道吗 为什么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个车是觉得 我觉得它整体开起来真的是算舒服 然后我觉得它的配备也真的很满挡 好 来 重点来了 这台车为什么值得买 三个理由 我给你 不知道能不能凑三个 我凑看看 市面上这台车如果车上2018年的 第三代的小改款的马自达6 Wagon 市面上应该是在65万大约 大约60到65万 但是因为我们这一台有贴后叶子板 虽然只跑4万7千公里 因为换了后叶子板 跟上次那台洗煤一样 这个属于世故的范畴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扣一点价 所以我们到手的价格不用60万 50几万而已 够便宜了吧 你想想看喔 正常外面这一台车 如果假设车商收60到65个杯 它卖应该是要卖到七字头 那我现在收不到60万 我卖六字头就可以 不用超过70万 我们假设好 我们卖到最紧绷 69万8好了好不好 你知道现在2018年的马三顶级 就要多少钱了吗 2018年现在马三的顶级 当初新车是89万 90万左右的马自达3 现在就差不多要60万搬过去 要60几万 新车这120 那个90 新车差30万 结果二手车价 这台车才贵它 那当然是因为我们换后叶子板 假设我们换一种 我们卖70 它卖60几万 我们才跟它差不到10万的二手车价 一样2018年的五门马三跟马六维梗 差不到10万块 好 那我们再退100万步去讲 我刚刚讲了 这台车假设它没有换过后叶子板 车商假设收65 卖75好不好 假设跟马三的60几万跟75万 也了不起差10万块而已 不管有没有换后叶子板 马六维梗是不是一台还蛮值得买的车 前提之下 这个空间你用得到 当然用不到你会选马三 用得到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马六超划算 你花70几万 然后你买到一台120万的车 重点是这车还不老吧 才4年 对于马自达的车来讲 4年算很年轻吧 你如果对于福特 不是 你如果对于其他品牌的车来讲 4年算不算年轻我不敢讲 这个原理就是这样 对于每一个厂牌 年份对于给它的影响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假设Toyota的车 我们假设 人家说投散率很高 搞不好只要这个6年之内 其实都还不错 假设一些比较 我们觉得比较冷门的品牌 可能超过三年人家觉得 可能是不是开始会有点问题要出来 每一个品牌的那个投散率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马六是蛮值得买的一台车子 所以我才跟大家推荐 而且尤其是对于 我刚刚讲第一个是价钱 第二个是 我觉得对于很多要停机械停车位的人来说 因为我真的遇到很多客人 他们没有办法买休旅车 他们很喜欢去户外玩 需要这个空间 但是他们常常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他到机械车位 或是他自己家里甚至就是机械车位 他就没有办法停 太高了 对 所以旅行车就是他们另外一个很好的选项 还有什么第三个 我再挤一个 配备啊 配备也完整 我觉得已经算很满了 那唯一一个就是这个太小 其他配备该有都可以 而且啊 马自打做的最好就是 它的这个 阻尼感都做得很好 好不好 阻尼感都做得很好 很不错 所以你用差不多的价钱 买满档的配备更好的质感划算 啊 它还有自动圆灯 有一次我到一个很暗的地方 它忽然啪 给我跳圆灯 我吓到 然后因为我过了一个弯 我下交流道 那个弯是没有路灯的 然后我想说等一下下去之后 如果 因为一下去对面就会有车了 难道不会照到别人吗 它还真聪明 弯一出来 它看到对面灯它就关掉了 对啊 像马自打的车啊 我们都不买柴油的 我们是一律不收的 每一个来问我们的 我们都是直接拒绝 我们是没有收马自打柴油款的 有人说什么 会终身保固啊 我跟你讲 它就是一直修 修到你懒为止 我觉得啦 有的人有说有凹到换引擎 我是不晓得了 好不好 有这个车主 有知道这方面的 这个在下面留言 跟我们分享一下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 马六挖弓 好不好 满满的心得 就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那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留言分享 开启小铃铛 好那下次见喔 拜拜 日记 Ultra-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 汽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我是聽到有人去換整顆引擎 可是有人換整顆引擎還是這樣 有人呢就是有問題回去他就幫你修 有問題回去他就幫你修 修到你快嬉笑這樣 所以這種保固也不錯嘛 你跟我買車我給你保固 然後你就有一天說老闆我這個冷氣不冷了 你就回來嘛 我就快修沒問題 辛苦你了好 我們這個負責任的 我們說等一下 冷氣不冷我就是幫你處理就對了 我們出來走 照片照走 然後他冷媒給你灌一灌 有沒有 打電話誒 丹先生你好 你的車冷氣幫你用好了 現在好冷喔 噢 弄得打擦 開你的車 我愛穿衣容外套 還戴口罩 哇 又堵樓了 你車現在冷氣把你放得很冷 好 我又要感冒 然後你就先回去 然後他看冷氣又不冷了 就打陳先生不好意思 你賣我那個車冷氣好 沒關係 照片照走 你摔回來 我幫你處理 我們出來處理我只負責任而已 然後這樣一次兩次三次 你最後你會怎樣 還是你回來 不是啊 陳先生 我已經回來五次了 每次都是冷 冷一陣子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又不冷又來找你 我告訴你 回來五次就好 我給你解釋一下 沒關係 你再多回來兩次 夏天就過了